在高雄市有远警在路上发现了一名骑士违规闯红单 于是一路鸣笛追逐 但是因为这道路的高低落差造成两个人双双自摔 脸部手脚都有多处擦伤送医 而在追逐的过程中由于这骑士一路违规 因此总计要收下八张罚单 总金额三万四千多元 安发现场警车机车撞成一团 两名伤者一个坐着一个躺着等待救援 其中躺着的伤者还穿着制服是一名远警 坐在地上接受包扎的 则是被追的骑士 因为全身多处插伤 右手腕还骨折表情痛苦 五号凌晨两点多 远景行进凤山中安路跟凤顶路口 建一名机车骑士闯红灯 准备上前盘查 没想到骑士竟然不停车 反而加速逃逸 警车一路鸣笛尾随追到小港区高峰路时 因为道路高低落差双双摔倒 许员为了要赏避黄信民众也跟着自摔 双方会发生碰撞 车祸造成远景脸部双手左脚擦伤 骑士则是脸部跟手脚擦臭伤 然而骑士是因为无招架时 才会一看到警察就跑 结果一路违规 不但闯红灯 逆向行驶 骑程人行道还蛇行 警方算算一口气开出八张罚单 罚款金额高达三万四千多元 为了逃避盘查 结果被罚得更重 得不偿失 记者叶红荣李一清高中报道